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仓库门 让屋主当场傻眼 原本堆成三的珍贵玩具收藏品全都被翻空 其中收藏多年的库博立克雄 更是直接不见六十箱 出股损失五百万元 均价应该有两万多 正常是两万 然后有些会比较贵的 可能有六十只八百万 但是昨天警察说报一个大概 所以我大概给他报一支两万 八十万 雕像还没算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不见 小偷敲开锁大方进入搬东西 但监视器因为山区多雨多物 早就坏光光 这款进口美国队长半身铜像 单支就要将近新台币38.5万元 这款钢铁人全身雕像只要六万八千元 而日本格斗游戏知名角色不知火舞更要价十二万三千元 有四分之一 有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还有一比一的 我另外一个仓库就有一比一 几乎都搬光啦 都搬光 因为这边 这边会照到太阳 所以它会有痕迹 那边可能太阳没照到就没有 但是基本上之前是这样两排都是麻 本分局于3月12日受理欺读区某厂房召窃案件 被害人报称召窃财务众多 损失金额尚待估计 本案本分局侦察队与马林派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 共组专案小组 课证针对相关的线索持续清查中 目前金融警方已经接获报案 前往彩阵展开调查 收藏家以马上更换新仓库的门所 就怕宝贵的收藏品再度遭到窃贼恶度光顾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一身黑色羽毛展开翅膀 在空中翱翔 失去音讯三年的黑渊红K7 日前被爱鸟人士拍到 出现在金融海洋广场 赏鸟人士十分惊喜 K7 这支昨天被台湾颜料保育协会陈诗医疗师 他在基隆海洋广场发现 那我们看到画面呢 他的发爆器的绳子已经松脱 那目前呢 是悬挂在脖子的下方 不过 爱鸟人士却发现 他的脖子上发爆器 竟然已经松脱 就这样垂挂在胸前 让鸟友担心 会不会影响到觅食 红K7 是在2021年西方的幼鸟 之后一直在北海岸一带活动 不过当年10月发爆器就失去了讯号 从此音讯全无 时隔三年 看它已经长大 就担心发爆器会影响到它觅食 鸟鸟协会请民众多关注 恐怕对它的飞行跟觅食都会引起相当的影响 那希望能够到海洋广场记录的朋友 多多的关注它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尽快救援它 把它松脱的发爆器拆解下来 发现海洋红K7已经健康长大 按钮人士都很兴奋 虽然胸前暂时还挂着发爆器 飞行起来游游晃晃 但希望发爆器未然能够自动脱落 让它继续翱翔天际 记者 黄少鸣即用报道 全身黄的刺河豚宝宝首度公开 在官方细心照料下 一窥孵化到小宝宝成长的样貌 我们台湾大部分 我们看到的都大概就 已经差不多10公分或是20公分 那像这种只有几公分 只有一两公分这样的小鱼 应该目前就只有我们海客馆有 那这一次当然海客馆非常的幸运 刚好有碰到我们养的刺河豚 然后自己自然的产卵受精 然后我们有机会 从头开始照顾这个刺河豚宝 去看它整个的变化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养殖技术的累积 未来针对不同的物种 我们都有那个能力去呼吁它们 然后把它们养成 可爱的六斑二尺宝宝 有严重的挑食现象 让肆语圆很伤脑筋 因此尝到野外 菜籍罗类 藻类 藻钩虾 等不同幼料生物 每天喂食5次以上 所有的历程都被记录下来 成为很好的海洋教育素材 这个技术真的很棒 然后也营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在整个这个过程 我们就可以作为 把它的历程都把它记录起来 刚好去补了 我们在讲海洋生物 其实有很多种类的生物的历程 其实你在史料是看不到的 那我们这一次刚好 是我们人工养殖出来的 而且整个观察过程 就我们同仁都会把它记下 它的成长历程 那刚好未来也可以做一个 我们在讲海洋教育 很好的一个素材 被记录下的生态 都在潮进智能海洋馆内 除了全身布满刺激的六斑二尺臀外 还有不同种类的臀类 香臀跟刺耳臀不一样 是它的外壳 它的身体的整个鳞片 就愈合成骨板 所以它是硬硬的 所以好像箱子一样硬硬的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到海科馆 朝进海洋中心 看可爱的河豚宝宝 若看到忙碌的私育员 也可以跟这些海洋生物 照顾的保姆们打招呼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针对公民团体联署提案罢免市长谢国良的议题 传出第一阶段三千多人已经达标 市长谢国良在市议会临时会开议前接受媒体访问时 并没有回应这个议题 而是回归市政议题全力打拼 这个公民团体拆量行动他们发起的罢免 然后已经第一阶段达标也就是有三千多份 那这边您怎么看 我想我们会賣力的努力的 就像我们的美术馆艺文广场一样做好我们的市政工作 那会不会觉得背后是不是有特定事例在操作这件事情 就如同刚刚所跟您报告的 像我们的电动机车的一个新的方案明天就要宣布了 所以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都会努力的 卖力的 诚恳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在市长谢国良和议长童子伟全力降温罢免和反罢免议题下 基隆市议会临时会顺利提早结束 市长谢国良也礼貌信先上台 向议长童子伟致谢 随后也亲自足以跟现场各党派的市议员们握手致意 感谢大家在这段时间 针对各项的市政建设问题提出的建言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打造书香城市 基隆市文化局推动共读基隆24小时的计划 既建书店率先响应24小时书店之后 位在中山区的太平青鸟书店 也加入试半24小时书店 喜欢阅读的市长谢国良也感谢书店的响应 谢谢我们太平青鸟书店的三三走机里 来响应我们的24小时书店的计划 我请问邀请不止是基隆在这个居民 还有基隆以外的我喜欢基隆的朋友 都可以来看着新床感受这个组的 我觉得组组24小时 其实对很多的一些市民 有关系的面包子 有些人吃面包子 对 对 对因为其实像 我想大家知道很多客家吃面的时候 零感学会特别有 我也是 我晚上又不是在零感 对 所以常常就是会到可能凌晨两三点后 他们就很希望可以找地方 可能有很多人可以开赛 太好非常期待 未来的太平青鸟 会开的越来越晚 然后内人会越来越多 谢谢 太平青鸟书店将在3月29号 试办第一场24小时口碑场 后续依执行状况陆续调整试办时间 市府也将持续结合店家来推动 让基隆各角落充满书香气息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记者黄志验诞 inspiration 西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殿 包括了元宵节 异文火冬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未在基隆的长榮桂冠酒店 19楼咖啡厅 目前开放给一般游客来使用 其中有一个座位非常的特别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这里有个长榮集团总裁张荣发 专属的瞭望点 在19楼的这个位置 我们都讲说这个位置叫总裁位 所谓的总裁位就是当年总裁 他拥有一艘豪华游艇的时候 停泊在基隆港湾 他就会坐在这个位置 下午的时候喝一杯咖啡 静静的看着他的船 欣赏的这个港湾 这是身为一个总裁的 一个纪念的时刻 所以我们就会跟客人介绍说 你有机会呢 一定要来坐在这个位置 不论你是享用下午茶 或是说跟女友求婚 应该都是会成功的 对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位置 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小故事 长榮集团总裁张荣发 跟基隆有非常深厚的地缘关系 因此当年发愿在基隆 来新建一个地标型的国际饭店 希望促进基隆的观光发展 基隆他就是是总裁的一个 念小学的一个故乡 因为他其实出生地 跟念书的地方是有点就是不一样 但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基隆这边 念书啊生活 那他其实他是信义国小的校友 好然后所以呢 他在当时就有有人跟他推荐说 他在基隆这边盖饭店的时候 他就花了非常多的心血跟时间来做评估 就做一些财报 那当然这些财报都一开始都不是他所想象的 但是他还是执意在好几个版本之后 就很执意说 我就是要在基隆开这家饭店 回馈乡里 为这边的人民就是造福 能够有个新级饭店 那也就这样子 基隆长榮成立了25年到现在了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工程非常不容易 因为他靠海 那甚至中间还经历过921 但是大家也看到说 这栋他在防洪防震上面 都做了很大的努力 然后所以也就一直屹立不搖到现在 历经三年的疫情后 今年是基隆港邮轮旅游的爆发年 有许多国际邮轮 以母港或挂靠的方式进出基隆 而长榮饭店的19楼 也是观赏国际邮轮进出港的绝佳私密景点 提供给有兴趣的旅客参考 在北边的这个部分 其实最远我们可以看到基隆宇 他其实这样出海口出去 就可以看到港湾 他是这样先往右再往左 如果有搭过邮轮的人会知道 其实他在出去跟进来的时候 今年邮轮年 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基隆看 他那个邮轮进港的时候 大骚的邮轮 他会有一个倒船的仪式 倒船的时候 他是从进港的时候 进来到牛丑港 他就开始旋转 旋转 然后他要倒着进港 挺好 这样子他在出海的时候 才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边拍一个缩时摄影 就看到那个船在这个 海中间转圈圈的模样 非常有趣 很可爱 今年应该会有非常多游轮 有机会让游客看到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警政署长黄明昭先生在八度分住所 在警察局长翁群能陪同下 慰问基障员警 短暂停留20多分钟 除了慰问13号才回到单位上班的 料姓女警 也查看驻地需要加强防护措施 是否足够 那很遗憾 这个八度所的同仁 生理 那一种就这样的一个 离开 那当然所里面的相关的情绪 还是要正常来应酬 特别来 比较同仁 派所里面同仁做一个慰问 主要就是来慰问说我们在位受伤的头 还有关心我们目前大家同仁的身心状况 还有派出所营运的状况 然后目前就是都 透过警察局还有分级的协助 大家都是会出来会适应这样的 为了加强派出所安全 八度分住所值班台 提升为防弹级3A等级 防弹钢板厚度2.8公分 本分局以最速件安装规格 防弹玻璃3A等级 玻璃厚度2.8公分 防弹厚度钢板1公分直直班台 并于3月4日装设完毕 与确保远景执勤安全 警察局针对13处派出所或者分局 规划设置M自行车主护栏 同时配合这备 希望多管齐下加强派出所安全 是我们经过普测了以后 有发现13处我们认为是第一阶段 要来做的 那目前已经都做了规划跟施工的一个发包 不过需要一点时间 那长远的话我们还会再做第二阶次的所谓感应监测灯光警铃等 这个感争系统的佩服来整个强化 所谓驻地安全防护的这一个部分 这个不过需要一点时间 那也需要分阶段来做 那我们会尽全力来做好保护派出所的安全 身为干部在这个时候 更应该走入基层 跟基层多家的互动 了解他们的需求 以及他们情感上 以及情绪上的一个方向 适时的给予协助支持跟鼓励 这是任何一个干部都应该必须的 目前调试的状况就是透过警察局提供那种 班老师专业的心理智商 主要还是要透过我们所内同仁 大家同侪之间的互相帮助 用团队的力量一起走过这一关这个伤透 基隆八肚分资所上个月底 遭到简性男子驾车冲撞 造成远景一死一伤 警察局长翁群能强调 虽然分资所勤务已经恢复正常 但也会安排心理辅导 希望和远景站在一起 让基层不孤单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画面上是市府都发处和文化局共同召开记者会说明 文化中心广场前正在布置的人工草皮区域 由于社群上有网友担心 从施工模拟图看起来没有车组 担心小朋友活动的安全 都发处澄清说明 请民众放心 广场上的车组一直都会存在 未来也会再优化 非常谢谢 我想这个车组跟防护的安全 我想是我们非常忠实 所以也很感谢很多这个市民好朋友来关心 那我想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其实现场可能 因为现在在施工中 大家看不太到 可是本来我们文化中心前面 本来就有一排不锈钢的车组在做防护 那不过这个造型上 那我们后续也会研议来做一个优化 不过在优化之前 我想这个车组我们都会维持的 所以我想再一次非常谢谢大家 对于这个安全的部分来关心 那未来可能也会举办一些活动 我想市府相关的这个主办单位 我们对于这个安全 四周的这个安全的注意 我们都可能要加装一些标语等等 然后特别来注意这个安全的问题 我们那个国门广场有一个人工草皮 那这边如果又做了一个人工草皮 你会觉得说又是一个新的景点 对啊 怎么说 嗯 就是因为这边也有文化中心 文艺中心嘛 对啊 就是这样来的人就会比较多 对 然后因为毕竟我们在这边开店的话 其实也希望就是有人可以带个 被饮料坐在那里 文化局呢 在之前我们就订定好文化中心 未来会变成我们基隆很重要的一个艺术特区 因为这艺术特区里面不单单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们其实美术馆现在正在做整修 而且在4月9号我们即将要正式的一个开幕展 那在这个开幕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推出一系列 我们整个文化局对于这个艺文特区的整个系列规划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艺文特区是我们现在未来想要打造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占据地 第二个部分就是里面会有我的文化局 也会有我们的美术馆 还有我们的表演艺术中心 以及我们的公共图书馆 而文化中心广场铺上人工草皮 文化局也说明 这里是规划已久的基隆艺文特区的户外空间 可串联基隆美术馆之外 未来广场上将结合装置艺术或相关活动 成为游客与民众漫步走逛市区的一个重要亮点空间 那与其同时愿意系列的活动 我们会配合四月份教育处 做一个跨局处的一个整合活动 推广基隆的儿艺节 所以在四月十三号 我们会推出台湾一个很棒的一个IP 它会推动我们会办一个 亲子的一个太公策展 这是我们外广场的一个示意图 未来我们希望来到基隆美术馆 这个艺文特区 不单单是尽管可以看到我们的当代艺术 也可以走到户外将艺术走出来 然后这样子可以扩大我们基隆 更多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场域 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城市意象的一个概念 生活意象概念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右边 我们的邮轮广场 然后前面是我们的一个火车站 然后另外一块是我们的 我们的夜市庙口这个方向 其实很多人大家都会突经到 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那从去年我们开了基隆塔之后 我们有做过一个统计 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步行漫步基隆 那我们就觉得其实未来的艺文特区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东岸的一个小的一个观光小囊带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乘车到我们的火车站 然后步行经过我们的国门广场 以及我们的海湾广场到文化局 而进而到我们的信恶防空洞 到我们的基隆塔 另外一块就是在我们的很多好朋友去吃完我们的旧庙口的时候 也可以过来我们这边拍拍照 所以未来在这个的场域上面 不是单单只有看到大家看到的草皮 它会有一些装置艺术 甚至夜晚会有一些很漂亮的一些灯 所以以后你们可能会看 我们在不管中元祭或情人节 或者是圣诞节甚至元宵节 在我们这样的艺文特区 我们都会做一些装置跟表现 希望大家走进我们的美术馆 看到基隆不一样的新的城市生活意象 那当然后面串联到我们届时东岸的整个 廊带的那个天桥的过来 其实以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一个很重要 市民聚集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方向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打算打造了一个 全新的一个艺文 基隆的一个艺文特区的一个整个大空间 我觉得我现在在文化中心这边 这边的话真的蛮漂亮的 那未来的话就是把它做成了 等于说是基隆市的艺文特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北啊 还有高雄啊都有这个艺文特区 尤其晚上的时候的那个氛围跟意象 是非常棒的 那未来的话刚刚也有听文化局讲说 会做很多的装置艺术 然后配合不同的结性 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 让基隆呢 等于说很多的观光客 或者是我们基隆市民 经过这个地方 会感受到这个艺术的这个氛围 那也感谢呢 我们前任的我们林市长 以及现任的我们谢市长 他一同的努力 让我们基隆呢变得更好 针对各方的建议 市府独发处表示感谢 市府会努力来打造这个空间 让整个基隆艺文特区 成为基隆城市的亮点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基隆报道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与交通部中央气象署 签订合作备忘录 将结合双方在海洋水文气象监测 及预报研究的专业领域 透过资料交换 及教育资源整合 促进海洋永续发展 我们最近做了很多有关 比如说港湾里面的这个坡流潮相关的资料 那当然这个配合 我想配合特别配合海科馆 这边望海象这边的这个海域生态的环境 我们可以提供很多相关资料的整合 这个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能够透过这个海科馆这边的协助 能够把我们相关的气象的部分 不管是这个科技的相关的发展 预测的这个能力或科技 或者相关的这个应用的层面 都能够去做很好的展示 让我们的全民对于海洋的这个科技 海洋的这个生态保育 以及相关海洋资讯 海上资讯的相关的应用 都能够有更好的理解 这些数据我们未来也很希望 能够跟国外海院这边 就是NODAS跟GOSHIN这边的数据 能够做整个整合之后 那其实可以在我们海科馆科学厅 有一个SOS 然后也有一些我们在讲数据的展现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整合 然后也可以在我们在讲SOS 这一颗球上面的数据就有台湾的数据 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把它推动到全世界 让大家都知道 原来台湾的这个 我们在讲海后跟气候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 也跟世界接轨 双方过去在地球科学诊事系统等领域 已经有合作的基础 双方的策略联盟 更有利于海洋教育的推广 及科普宣导 将研究成果活学活用 培养全民海洋永续的意识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碧海蓝天 阳光普照 海风徐徐 让人觉得好舒爽 但有民众发现 眼石中似乎看到有只乌龟 慵懒的在岸上晒太阳 石龟眼睛半开 趴在石头上 像极了刚上岸的乌龟 让人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像吗 是蛮像的 真的耶 有没有像一只大海龟的头 有 有 会不会觉得大自然的这个力 很神奇 有看过 橡皮岩就垮掉啦 断掉啦 还有那个 爆石啊 很多啦 野游那边也很多啊 对对对 会不会觉得很厉害 当然了 地点就在基隆冠冠山一带 被网友发现 把照片贴上社群媒体 短短两天时间 就累积了2万人按赞 网友说真的太像 这就有 这就是坚然 是他头型很像 对啊 眼睛也很像 嗯 北部比较著名就 现在目前断掉的橡皮眼 所以这个还是第一次新发现了 嗯 不过有民众倒觉得很像蜥蜴 也有人像双手在地上的大猩猩 但不管如何 大家发挥了想象力 基隆及北海岸一带 因为海风强劲 处处可见 海石和风化形成了地形 这些大自然的创作 也让北海岸一带 宛如一座石雕动物园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等气设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 帮我处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发现点冷气 看得太冷了 刚刚的绿网 不要固定清醒 电视 音声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下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也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机电炮换你LED 省电 省钱 又明亮 哎呦 真厉害啊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亮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路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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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